到主题乐园游玩很多人都会挑战刺激的云霄飞车 但如果云霄飞车在高处停止不动 那可就不是刺激而是害怕了 美国俄克拉河马一个主题乐园 星期三就有云霄飞车突然停顿在30米高的地方 事发当时云霄飞车来到了一个高处弯曲 不料在最刺激的一刻突然卡车不动 吓坏了车上12名乘客 技术人员多次尝试重启发动机却已失败告终 最终只能出动消整人员 攀上30米高的故障云霄飞车 将12名年龄介于7到15岁的乘客一一送回地面 所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当局还在调查事故原因